過去呢 大部分比完賽就在家裡休息 但現在為了活下去 必須要多打幾份工 才有收入 被對手痛打好幾拳 再被用力摔在地上 即使已訓練無數次 穿著長袖上衣的王濤 還是忍不住叫了一下 二十三歲的王濤是中國職業摔角手 他從小就有個摔角夢 這個夢想沒有獲得家人認同 因此王濤十七歲就輟學離家 跑到中國北部受訓 但想當職業摔角手可不容易 除了吃重的訓練菜單 休息時還得去兼差 現在在國內靠摔角比賽去掙錢 去維持自己的生活特別難 王濤已經是一帶一路冠軍 但他的比賽出場費 只有約一千人民幣 折合臺幣四千五百元 選手收入撐不起生活 原因出在進場觀眾人不多 中國是一個很龐大的一個市場 但是我們還沒有完全的打開 不過這沒有讓王濤放棄追夢 九月中他出戰冠軍保衛戰 跟隊友擊敗兩名國外選手 保住了冠軍腰帶 接下來我們繼續堅持自己的夢想 帶著人家進腰帶繼續征戰下去 當時現場觀眾約三百五十人 線上收看直播的約十二萬五千人 雖然距離直播打百萬觀眾的目標 還有很大差距 但主辦單位仍看好未來 摔角王國指出 中國國土廣闊 粉絲分散 要養出固定支持者 需要時間 但組織會持續努力 希望有一天選手不用兼拆 就能謀生 你能看到很多人在這裡 這就是他們正在善良的 我認為他們也得到 能夠活躍在善良的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